欢迎收看家庭开花植物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樱木 那今天樱木给大家介绍这种开花植物呢 就是我手里拿的乒乓菊 乒乓菊啊 你看看啊 是不是每个花朵都像一个乒乓球一样 尤其是这个黄色的乒乓菊 养在家里那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它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经典的世界性的园艺切花 经常在花店里面跟玫瑰花是一起卖的 而且会搭配着玫瑰花来卖 玫瑰花代表爱情 那乒乓菊就象征着圆满圆圆的啊 跟爱情结合在一起特别的好 家庭盆栽也特别的好看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应不相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乒乓菊 好的 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乒乓菊的花朵 你看看啊 真的像一个乒乓球一样啊 有没有 特别的好看 然后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花瓣啊 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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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一层的 这个真的是造型很好看 而且我实际在养护过程中 我发现它的花朵开放的时间很长 如果说顺利啊 能够开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把它买一盆 像这样的盆栽养在家里 那真的是很合适啊 因为你想想 你买回来养在家里 看着它可以看一个月 但是如果说你在花店里去买乒乓菊的插花 15到25块钱一只啊 养在水里一周左右 它就啊 伪念了 但是养在盆栽里 那就不一样 像我这个小盆栽你可以摆很久的啊 而且你看这花朵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那这接着一幕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家庭盆栽乒乓菊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观赏性的盆栽 你想把它养在家里 欣赏它 OK的是可以的 但是呢 建议摆在哪呢 摆在有阳光的地方 毕竟它是菊科植物 作为一种菊花 对阳光的需求很强烈的 阳光好的话呢 对它的花朵的延续呢 也有帮助 啊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水分的问题啊 水分不要缺乏 如果说一旦缺水的话呢 乒乓局啊 它一下子就会尾粘 会提前凋谢 哪怕你水多一点点都没问题 但是呢 千万不要过度的缺水 这个是一幕要提醒大家的啊 做好了阳光 做好了浇水 你就可以静静的看着它 健康的在家里生长了 而且这一花一开 就是开一个月 又好看 然后的话呢 然后我闻了闻啊 这个乒乓局的话呢 不能说又好闻 但是呢 开的时间又久啊 它的花朵是淡淡的一点点的那种植物的味道 它不香 没有那种芳香感 但是就是很清新的植物味道 也是蛮好闻的啊 所以说这个植物真的是太合适羊了 真的是很好看 你看我给你转一下啊 全方位的看一看 如果你喜欢啊 我建议大家呢 也可以去养一盆 乒乓局的话呢 这个植物你在花店里面可能是买不到 花店里只能买到切花 因为它是一枝一枝的回来插着 所以你如果想自己养一盆的话呢 你可以在网上选择网购啊 网购的话呢 是有这样一盆的 也可以去一下当地的这个花鸟市场 一般的话呢 也会买到像这样的很好看的乒乓局的盆栽 那乒乓局的话 它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 你今年花蟹之后 接着养 明年还能开花 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植物 很好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也养起来吧 好了 那这期关于乒乓局这种植物啊 开花起来的样子 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啦